欢迎收听5月2号 民事packs 城间及时新闻 今天受东北净风的影响各地有雨 中部以北 宜花地区 短暂阵雨或雷雨 会有短延时强降雨发生 北部宜花地区天气比较凉一些 白天高温23到26度 感受是湿凉的 知名杂志公布了全球2024医疗照顾指数的排名 台湾暨2023年之后再度是名列第一 被评为世界上医疗保健系统最好的国家 排名前五名的国家 也许是台湾 南韩 澳洲 加拿大跟瑞典 往来双北的捷运站跟车厢经常会有遗事物 台北跟新北捷运去年更处理了27万件 还有1.8万件 乘客的遗事物从假牙 巨款到小孩都有 以雨伞衣物水壶为最大宗 占物人员捡过桩有200万美金的行李箱 施主感动的拿10万美金答谢遭到婉拒 劳动部统计台湾正值 士林生育的民众68%是在就业 但是台北市立联合医院提出了 常见十大职场高风险生育危害 包括了制造业批发零售 餐饮业 美甲 航空机组等等人员 以往幼儿延长照顾有最低开班人数 而且必须要分摊高额费用 教育部今年寒假开始协助各公优机构 提供延长照顾服务 不论每班参加人数的多寡才每人 订额收费每个月是2000块钱 统计今年寒假开办2210元 是有4万多名的幼儿来参加 让家长每个月可以省下上万块钱 台中地院国民法官沈里廷 把女儿致死的徐姓男子重判了16年的徒刑 法界认为现在比普遍存在 打骂教育价值观的旧社会 更为重视生命权 加上现代社会对虐童的事件难以容忍 因此司法量刑上 面对残忍虐童个案走向了重型化 恒春半岛近年保育有成梅花鹿的数量不少 不过现在传出有花鹿遭到杀害砍头 肯定居民自制了传单 发放呼吁说不要做缺德的事情 跟管处说虽然梅花鹿不是保育类动物 但这样的行为已经违法了 美国联邦准备理事会今天如预期的宣布利率 是再次的按兵不动 在主席鲍娥暗示不大可能升息之后 美股主要指数是由黑翻红 止住了跌市 收盘互有涨跌 道琼上涨了87点 标普市下跌了17点 纳萨克下滑了52点 背半市下跌了165点 跌幅是3.54% 中国广东重大交通事故 连接了梅州市跟大普县的梅大高速公路 在昨天凌晨不迷原因坍塌 20辆汽车掉到公路底下爆炸起火 至少只有24个人死亡 30人在医院进行治疗当中 以上新闻由明示新部制作 感谢您收听 更多新闻内容锁定下午5点半 明示Pax晚间即时新闻